谁不会放啊 我也放 我放这儿 哎 好喝橘子皮 讨厌 哎呦 把橘子皮往别人家门口踢 我跟你讲 就这种邻居 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我跟你说 朋友们 我不能再忍了 喂 赵刚子 我说你吃饱了 干什么呢 啊 什么事 这是我今天给你打的第三个电话了 告诉你闹耗子 你怎么还不来 哎 你能不能到上面的地界来 看看我们身世生活 来不来 来不来 我再问你 哎呀 行了 我来了 我个大美啊 你这干什么呀 打这么多电话 闹耗子 怎么可能闹耗子呀 哎呦 我一顿连环夺命 靠你都不来 你再晚来一会儿 耗子都进锅里了 你算了 你这些高层 怎么可能闹耗子呢 再说你们家养着猫呢 我们家猫让耗子吓感冒了 你们你们真闹耗子了 真的我都看见了 那耗子俩小绿豆眼 小尖下巴 俩小圆宝耳朵 最关键是他批了一件雕 别瞎说了 耗子批什么雕 人家耗子自带茅台 我家猫亲眼看见的 完我家猫还说呢 说哎 这个耗子怎么有点像对面的黄小黄呢 别瞎说了 这黄小黄怎么能跟耗子似的呢 耗子是耗子 黄小黄是黄小黄 耗子多大个儿 那黄小黄多大个儿 那怎么可能呢 你拿谁跟耗子比个呢 就是想啊 我没拿你跟耗子比个 就刚才大美说 他看那只猫啊 看见那耗子 说那耗子有点像你说 穿了一个雕 哎 你还真批了个雕 不会说话 别说 讨厌 过来你过来 哎 这岁数大明结婚脾气都怪 是是是 这点他不如意 你看你也没结婚 不会说话就别说 对对对 咱不说那个结婚的事啊 咱说耗子的事 对说耗子 我跟你讲 这个耗子太不像话了 他不但私闯民宅 他还到处运送脏物果皮 知道吗 你必须找到他的老巢 看见没 运送果皮 你要找到老巢 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老巢在哪啊 那你 这 黄小黄家 不是 这个 你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啊 你看 你想象一下啊 黄小黄在家没事 看电视 翘着二郎腿 然后吃橘子 呱呱呱呱 吃完橘子 他把橘子皮交给了耗子 说去 送他走廊去 成绩的走廊 你知道吗 不是 我问你 你那意思 黄小黄养耗子 不是 我估计有可能是他的宠物 开什么玩笑 人家黄小黄小那个宠物是只狗 我还告诉你 只要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有狗 耗子就不敢来 当然不敢来 那你咋敢来呢 大美啊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说的还有点问题 你说那话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 对对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要是把耗子拿住了呢 那就不算多管闲事 对 那我算是狗呢 我还算是耗子呢 你就不要纠结这些名分了 对 干就完了 就是嘛 好好好 我带着服务器 我把这个装上 那个那个 少黄 我跟你说一下 你这光一个补薯器 我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知道吧 你想啊 耗子喜欢什么地方 那喜欢脏乱差的地方 那一进去就跟进了大超市一样 随便吃啊 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解决问题吧 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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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啊 物业专门说 不让往楼道里面摆东西 这怎么能行呢 真是 把补乳剂放这吧 干啥呢 那个是这样 我把这个服务器啊 放在你们家门口 放这玩意干啥呀 那个大美他们家闹耗子 大美家闹耗子 你往我家门口放上服务器啊 你啥意思啊 就是说耗子进他家之前 现在我家门口掉不头呗 不是 是是是这样 来来来来 我问你个事 你最近有没有养什么新宠物啊 啥呀 就是有没有养耗子 我有病啊 我家养的是狗行吗 谁像他家呀 那么重口味 养个猫 我还没有毛 有病 这你这话说的 人家没毛有什么病啊 没毛病 我跟你说啊 人家那只猫没有毛 就是这个品种 知道吗 再说了 人家养个猫 爱着你什么事呢 怎么不爱我事 那猫多气啊 不抓耗子 天天跟我家狗死磕 哎你知道吗 那天我抱着我家狗去美容 美完容以后老帅了 你知道为啥不 为啥呀 我带着你的照片去的 哎呀 整完以后活脱一个你呀 小区邻居都看了 说哎 你这狗不是洞灵美男 赵刚子吗 结果他家猫上来 一爪子 给糊涂成钱顺风的 你说我去吧 不是 赵刚子你就平衡灵 我得跟你说个事 你前回你给你家狗美容的时候 你别带着我的照片去 那我带谁照片去 你带谁你也不能带我照片去 你不帅吗 那你带就是大夫 你怎么知道大美啊 谁大美啊 对不起对不起 换一会来来 我给你商量商量啊 咱这有规定啊 这楼道里面不许摆这些杂物 赶紧把这些垃圾都收拾了 好不好 大美刚才说了 脏乱差最容易自身耗子 你两个眼睛在脸上是摆设呀 哦 我家门口脏了 你看 那他家门口是啥呀 你告诉我是啥啊 这样 好好 黄雅黄 你先把东西收拾了 完了我让大美也收拾了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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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我先收拾 你让他先收拾 他收拾完我就收拾 黄雅黄怎么回事 一跟你提这事你就说大美 老板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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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提傻子了 赵刚子你怎么回事啊 大美咋子 比我漂亮呗 大腿比我长呗 说话就比我好使呗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别忘了 你可是有父之父 我有父之父 我跟逮老鼠有什么关系啊 逮老鼠是逮老鼠 有父之父是有父之父 干什么玩意 有父之父 黄雅黄 黄雅黄 叫谁呢 对不起大美 我把这个老鼠夹子 先放你家门 凭啥 是这样啊 那个大美 我觉得黄雅黄说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们家门口也脏乱叉 我家门口脏乱叉 你我的妈 那我家跟她家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跟你讲 就她家那狗 老讨厌了 出门根本就不拴绳子 上个礼拜 我抱着我家猫 去那个美容院去整容 整得老成功了 你猜为什么 等会 不会是也带着我照片去的吧 不是 好 小区宠物店有你照片 我说就照着这个整 整出来 我家猫老帅了 我抱着她的小区里 一走啊 别人就说 嗨 这完全不是赵刚子的弟弟吗 我说记住 我正美的时候 然后她家狗过来了 刮一爪子 拍成钱顺风呢 白花钱了 你说我生不生气 我告诉你大美 以后你给你们家猫整容的时候 你不能用我的照片 明白不 为啥 不为啥 你就不能用我照片 那你不是帅吗 那你就用嘛 好 我跟你说啊 黄小黄 谁 不是 那个大美啊 这样 你先把你们家这个垃圾 也收拾收拾 好不好 不收 她先收 我再收 大美 你们俩人怎么回事啊 你收你的吗 你跟着就什么 你老说人家黄小黄干什么呀 对不对 人家黄小黄平时还是不错的 你左一个黄小黄 又一个黄小黄 你没完啦 什么黄小黄 什么黄小黄 咋的 白白 甜白 傻白甜白 我告诉你赵刚才 你不要忘记 你是有妇之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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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妇之夫怎么的了 我有妇之夫啊 啊 我一来他们俩才是说 我有妇之夫 我有妇之夫 我我我得跟 跟逮号子有什么关系啊 逮号子是逮号子 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 干什么玩意 有妇之夫找你们去的里面了 怎么了 这是有妇之夫这是 大卫 出来 咋的了杠子哥 张张啥呢 什么干什么 都生气了 谁刺激你了 有妇之夫刺激我了 哎呀 我说你再瞎吧 哎呀都没剪 哎呀 哎呀 你视频又漂亮了 腿又长了 哎你是不是又瘦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再瘦了啊 我好几天没见到 你都想你了 我也是 真是的 我告诉你 我的妈 行了 哎呀我的妈呀 别表演了行不行 太假了 我都看出来 你是来干啥的 我逮号子来 逮住了没呀 没逮到 没有逮到 你吵着啥呀 谁吵着啊 你跟我说有号子 然后我就来到逮号子来 完了你就跟我说有妇之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搭长嘴 搭长嘴 有妇之夫 完了以后你就跟我说 闪白天 闪白天 我有妇之夫怎么的 有妇之夫跟逮号子有什么关 逮号子是逮号子 有妇之夫是有妇之夫 要疯 已经疯了 对不起 我有点疯 这咱们都冷静下了 平复一下啊 那个黄雄 你跟我说 号子在哪 号子长什么模样 是你跟我说有号子的 那谁跟我说的呢 我 对 大梅你跟我说 号子在哪 啊 啊什么啊 号子在哪 啊 啊什么啊 我就问你号子长什么模样 哎呀 你这有意思 两号子站你跟前 你能分清长相吗 那我就问你 你看那号子它多高 多胖 三位多少 这真是疯了 干什么玩意 我说号子 你看看谁干什么 你看我干啥呀 没看见 没有号子 我跟你说 我看见一只大号子 啊在哪呢 在哪 就在你们俩的心里边 干什么呀 啊 大美呀 欢笑话 你们俩天天这么超兆 有意思吗 老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大家是街坊邻居 应该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刻薄 不就是为了点垃圾的事吗 你看看你编个号子的事 弄了一上午 我汗都出来了 哎呀 你们俩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吧 你们两个人在我心目中 是咱们小区最美丽的两个女人 你们就是满美的象征 怎么不美 街坊邻居们 他们美不美 你看看 你看你 哎呀 还是先看你吧 哎呀 这样你们俩人互相看一下 来互相看一下 你们觉得你们美不美 完美 一般美丽的女人 都有一些性格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愿意争强好胜 但咱把这个劲啊 别放在这方面 放在谁先找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家里边有了老公了 就有了温暖了 是不是 万一有点什么事 比如说来个老鼠 你们就不怕了 别说老鼠了 袋鼠你们都不怕 哎你别说哈 赵刚子 你这一番话 突然有点 让我令我毛色顿开的感觉 哎小黄 昨天我相了个 琴天男的其实挺不错的 我准备明天晚上 把他约家里吃饭 你觉得怎么样 带来带来 大美姐 其实你知道的 喜欢我的人吧 也挺多的 就是我这心啊 我打不开 打开打开 那要不明天我也约一个来呀 打开打开 把他准备了 咱四个一起 我请个吃饭 行 行 就算你这样 行 没问题 喝点 吃 喝点 啊 为啥呢 你看 本来人家男士 啊 觉得你们两个人非常完美 但是跟你们回家以后还没进屋呢 就看你们这门口 这乱七八糟的 这能行吗 你们的形象瞬间被垃圾淹没了 说的有道理 是 妹妹 哎 收拾 行 对 赵刚子 哎 收拾 好好好 你先收拾大美家 你先收拾他家 他家 他家比较糟 不是他家 收拾他家 没事 你去拿他家的 咱别标眼了 行不行 没眼 是真的 这次是真的 先收拾他家 来 收拾我家也行 好好好 哎 你收拾啊 小心啊 啊 啊 怎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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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干啥呢你 我 我跟你们说 我 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怕 我就怕浩子 真的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大姐 你们大姐就是叔叔的 姐 我怎么觉得我对男人瞬间又失去信心了呢 赵刚子 哎 你是我们三个人中间唯一的男性 你不能让我们再次失去信心 为了我们的幸福 你今天必须把他逮住 啊 抓 我 我必须抓他 抓 抓 好的 我抓了 抓了抓了抓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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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尾巴了 他要胡了 抓抓抓 赶紧赶紧 啊 啊 啊 别动了 抓抓抓了 嗯 现在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住了 是吗 你们俩安全了 在哪呢 在哪里 在我衣服里边呢 甚至往后极乐往上爬的 你别怕啊 有我俩在呢 没事 没事 我憋死他我不让他出来 你别怕有我俩在呢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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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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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 解放领域啊 路窄不一定是冤家 就怕碰着俩奇葩啊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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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